《靖土》 净土 一般的概念是 有彌陀净土 有彌勒净土 有耀师佛的净土 也有 零三净土 乃至 阿处佛的净土 或 唯心净土 不过 一般谈到净土的话 都是指向 极乐净土 也就是以极乐净土 代表 整个 净土 至于 屈辱 或进入 极乐净土的这个 关键 密码的话 当然 他只有一个 唯一 唯一 无二 也无所谓 关键不关键 就是 专称 彌陀佛名 这一句 彌陀的名号 也是他的声音 是他进入 极乐世界 唯一 正确的 密码 这个时代 讲密码 因为是科技时代 很多利用 电子的科技 要进入这个大厦 的大门 要有密码 不然 不能通关 乃至进入电梯 要密码 要进入房间 也要 密码 我们的这个 金融卡 要密码 存责 要密码 就像保险箱 贵重 都需要 密码 我们的电脑 手机 更需要 密码 这个密码呢 现在发展到 不需要 文字 不需要符号 我们的脸 就是密码 像我们出国 到了飞机场 出海关 有直接通关 只要 以我们的脸 对着 镜子 目标 自然 就能够 通关 我们的脸 就是密码 如果以香港 要进入 大陆 以前是一张卡 通关 现在不用 手伸出去 就能够通关 所以 手掌 的指纹 就是密码 从结论上来讲 只要 有这一句 那么阿弥陀佛 绝对 百分之百 能够进入 极乐世界 我们的照片 自然 能够进入 准备 小时 大陆 有 很 不